這個是在他出發之前 王丹就說 他根本沒有到哈佛大學去演講 為什麼要騙大家 他在自己的臉書上面說 這個他去哈佛大學 如果有演講的話 他是哈佛大學的合作研究員 為什麼他沒有收到演講通知 他沒有收到演講通知 表示根本沒有這一場演講 在他這樣子的一個言論出來之後 當然韓國瑜這邊就立刻拿出了 哈佛大學費真心研究學院的 這個邀請函 這邀請函內容是說 這費真心學院邀請 他在2019年4月11號到哈佛大學 我們的師生對你感到興趣 想了解你對兩岸議題 以及台灣政治的看法 這個座談是為哈佛大學的 一些教師跟學生 提供一個閉門的簡報 主要是針對台灣跟兩岸的關係 希望能夠接受邀請 這個是一個邀請函 看到這個邀請函貼出來之後 王丹又立刻說 他說這個叫做閉門座談 就是西松平常的事不是演講 所以閉門座談跟演講 兩個是有不同的差別 他說他查不到這個演講公告 所以這不叫做演講 當然高雄市政府也有 一連串的回應 除了邀請函之外 新聞局長王潛秋說 演講其實有很多的形式 類似研討會的形式還是演講 王丹應該對於這件事情的質疑 而道歉 這一個邀請函到底 就是邀請函貼到哈佛大學去 所謂的閉門座談跟演講 他的差別 都是韓國瑜要進行一個演講 只是說他是公開程度到哪裡 但是閉門這件事情 從韓國瑜的行程公布的時候 就告訴大家 這是一個閉門的演講 並不是對外公開 所以是需要登記制 之前黃紹婷議員也說了 因為登記制的關係 場地的限制 所以沒有辦法容納很多人 所以有一些想要登記的人 是沒有辦法登記的 所以閉門或是公開這件事情 韓國瑜在行程公布的時候 其實就告訴大家 是一個閉門的演講會 你現在要堅持說閉門不是演講 所以整個行程是假的 韓國瑜當然在美國訪問的時候 還被問到這個問題 他也是跟對付王浩宇一樣的方式 說王丹 你這個目標 到底是為什麼要這樣 一而再而當綠軍的打手 麻煩監督北韓的金正恩 其實這句話 之前是送給王浩宇的 叫他說多監督北韓的金正恩 不要再監督高雄市的市政 那黑韓這件事情 只要韓國瑜有參選總統的可能性 會一直不斷持續的發生 是不會停的 所以這一場總統的大選 其實也是沒有那麼好打 高雄講得很清楚 的確是閉門的 而且為什麼閉門 裡面也講得很清楚 就是說我會跟韓國瑜討論 我們進來的師生的名單有哪些 所以他當然就不會 他不會想要請你王丹正恩進來 你王丹正恩進來是幹嘛 是來踢館的 他們真的是很想 交換一些關於兩岸之間的 所以他說 This would begin with a presentation by you 就是有一個presentation by韓國瑜 你非要去跟他爭論說 這是閉門還是公開 如果是閉門的 他就不是演講 我請問你presentation是什麼意思 你好歹也是在美國混過 你也號稱你是研究員 我跟大家講一下 王丹講的東西 其實我們真的不是很想評論 因為這個人基本上他的人格是非常有問題的 我剛才講到 他拿了20萬元美金的國務基要費案 結果這裡是一封 所有的這個之前的民運人士 全部在這邊連署 在2006年11月7號 他說我都去分給了那些 我的民運的同伴 好 這麼多人在這邊連署說 對不起 我們一毛錢都沒有拿到 所以我們不幫你背書 你自己拿掉了 你就自己拿掉了 我更要跟大家講 他是一個什麼樣的人 他是一個連曹長青都看不下去的人 曹長青說什麼 他說 明月也有派系 對 曹長青說 當時人家都懷疑這20萬美元 是給了我跟自由時報的某位記者 我就不繳名字 結果王丹默默的拿了那些錢以後 死都不幫他澄清 就讓大家在國務交費沒有公佈之前 一直以為曹長青拿了錢 更誇張的是他說什麼 他說這個王丹 不但在六四天安門的事件 把罪責全部都推給他的同伴王軍濤 這個人的人格是什麼 你就可以看得出 然後到了美國 就完完全全把這些 他在台灣試圖要討好的這些獨派 丟到一邊去 這就他的人格 所以這種人就是講白一點 就是拿了錢的打手 我們就 人家說他是比較昂貴的什麼 什麼1480還是 1450 就是比較昂貴的1450 所以他講的話 根本沒有什麼參考的價值 執著在是不是閉門 是不是演講 這根本就叫做無聊透頂 他今天還有網上的人說什麼 好像王丹默有這樣類似的講法 他說明明就是自己蹭去哈佛的 還說是什麼人家要邀請你 OK 今天是不是每一個台灣人 如果想趁去哈佛去演講 人家就會邀請你去一個 Close the door presentation 是不是呢 是不是每個人都可以上韓國瑜 釀呢 如果不是的話 不要在那邊吃不到葡萄 說葡萄酸 不是王丹為什麼也要趁韓流 到底關他什麼事 我實在是不太想評論 那個個人的人格上的 那我們跳下一題囉 因為個人的人格上的修養 實在是沒有什麼好評論的 不過就這件事來看的話 其實我們一開始的時候 我們的節目中 我們就已經討論了 費正清研究中心 我們一直在強調 那時候我記得我在這裡 我就一直在強調說 他就是一個研究中心 他跟美國的一般的 屬於政黨的 或者是政府的智庫是不一樣的 是學術單位 對 它是學術單位 而且我也跟各位也介紹了說 他們目前的研究中心的主任 他本身的學術的背景 例如說他們研究清朝 明朝的這些背景 我們都有強調 我覺得他在這封信裡面 也寫得很清楚 是Presentation 就是大家都很清楚知道 是屬於學術報告的一種方式 當然我們把它翻成中文的時候 你也可以把它說成是演講 你也可以把它說成是演說 你也可以把它說成是演說 都可以看愛怎麼翻就怎麼翻 不過一般來講 在大學裡面我們唯有分等級 就是說如果說是 由大學校長邀請的 那是大學的 就是我們一般講 哈佛大學的邀請 我們由校長來出名 那等級是非常高的 這種就是開放性的 在這個大禮堂的這個地方裡面 通常都是對於這個 在國際上的大禮堂 學術地位相當濃稠的人 我們邀請他來這邊做一些報告 有時候你是由學院裡面來邀請 有時候就是研究中心的人來邀請 邀請的時候 我們會根據你的對象 而且我們會尊重你 因為我們都知道 例如說像 我覺得這次費政清的處理是很好的 因為我在歐洲有參加過 這個北約 北大西洋工業組織 我也去參加過一些 他們的戰略演習 我也參加歐洲的國防會議 那麼那個時候都是 以學者專家的身分 那麼有參加閉門的 也有參加公開的 那麼也有跟哈佛大學的教授 大家有一些對話 那麼我也提出一些報告 彼此之間都有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一個 很好的一個事情 但是我覺得這一次費政清研究中心 他很明顯的就是他很專業 而且也很禮貌 而且他也很清楚知道 這個韓國瑜 他是高雄市市長 他有政黨的屬性 那麼他也知道說 不同的政黨的屬性 在台灣的情況會怎麼樣 因此他會很禮貌的告訴你說 我們請你來這個地方 做 presentation的時候 那與會的人 老師 研究員 研究生們 會是怎麼樣的人 因為大家都知道說 一旦有政治立場了以後 我們也 我是很禮貌的邀請你來 我不希望說 有一些人是調皮搗蛋來的 例如說假設 現場有人抗議或是什麼樣 對 例如說假設 王丹過去跟你丟一個鞋子 或者是去那邊 那麼你本來已經開始在演說了 結果他在那邊跟你叫罵 這種通常都是一個 很正規的學術單位 不會這樣做的 所以相當有可能 費政清的研究中心 他們有考慮過以後 他們沒有邀請網丹 所以網丹才會覺得我不知道 我是他的合作研究員 我為什麼都不知道 沒有接到這個通知 有這個通知 所以當然我不曉得 有可能主辦單位 已經先幫韓國瑜 過濾掉一些不適合參加的人 一定會 而且會告訴你 參加的人是哪一些人 禮貌上來講都會告訴你 請回家 有飯 請問。 請��만... 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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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